刘云乔 在台湾武术界,刘云乔是个无人不识的名字。 他所创办的武术会舞坛,让八级拳传遍海外。 今天,五辈志,就向大家介绍这位八级宗师的一生。 刘云乔190-91992,自孝晨,河北省仓州及北投村人。 由于自幼铁弱,他从五岁开始便跟随家扶张要挺学习弥宗拳,以求强身。 即至八岁,父亲刘宝仪邀请了神枪李淑文,近代八级最著名宗师,以大枪文明天下,蒙虎硬爬山就是他的绝技之一,道府上教授八级拳级批挂掌,为柳云乔打下扎实武学基础。 重演以后,父亲原来想让他到朝阳大学法律系念书,但是刘云乔拿助学费,跟住李淑文四处闯荡。 1931年,李淑文迎李警林的邀请,到山东国术馆担任宗教习。 当时,李淑文另一名弟子张湘武,正在山东黄县负责治安工作,李淑文便带刘云乔一并前去拜访。 刘云乔一在此时展露头角,连错冒名前来挑战的武师,获得小霸王的称号。 在东北驻撒期间,刘云乔除了继续修炼八级拳外,也从张湘武身上习得了武当剑术,清平剑法和昆吾剑法,一求教了当地螳螂拳名家丁子成及八卦掌宗师公宝田,分别学习了陆和螳螂拳及公式八卦掌。 1934年,李淑文身故,中年72岁。刘云乔随即回到家乡,却受到国民党情报机关赏识,吸收他成为情报人员。 于是刘云乔或安排考入陕西凤翔的黄浦军校第七分校,并在1939年毕业,正式从军报国。 往后十年,刘云乔参与多次抗日战斗,并进行谍报工作,一直到49年随国民党牵台为止。 来台议后,刘云乔先后在于国防部人事次长室,连秦总司令部等部门服役,最后以上校军接退伍。 原本他急忙的人生会就此结束,却想不到会在三年之后迎来另一个高潮。 盖因其实总统府是为是准备进行改组,经军校同学孔令盛将军推荐后,刘云乔获到蒋介石照批准, 在总统府是为是担任安全顾问,教授是为八级拳。 之后他亦在蒋经国举办的连职部拳术师资训练班中担任教练,训练了四期学员, 其中包括蒋经国总统卫队的七海警卫编组。 平级在军政界的声望,刘云乔晚年召集同道,创办了舞盘及出版舞盘杂志。 除了传授刘云乔所席的舞意外,也介绍各类传统中国武术。 据刘云乔徒弟,台湾著名武术家,徐济技术,刘云乔一生不藏私,亦没有门户之鉴。 为了能让学生体会清楚八级拳的揉劲,他会主动带学生去朋友处学习太极拳。 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,令舞盘得以遍地开花。 时至今日,舞盘分会依然遍布海内外,美国、马来西亚、日本等地都有刘云乔的徒孙,继续传承他的八级武艺。 1992年,刘云乔驾赫西去,中年84岁。 近百党政军要员出席他的丧礼,对一个舞者来说,可谓极尽埃荣,足见刘云乔的宗师地位。 而他的八级身姿,相信会永远成为华元武术界的一座高山。